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耳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很多人都有习惯半夜起身小便 甚至还有许多朋友一晚上起床很多次 好不容易睡着又被小便憋醒了 如果是偶尔这样还能接受 但是如果长时间这样的话 身体就开始吃不消了 如果你也有此方面的烦恼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时刻的分心目 分心目就是核桃里面的一层木质隔膜 很多朋友平时都没有注意就把它扔掉了 其实分心目的药用价值很高 它能够治疗失眠 如果你常常失眠 不妨用分心目泡水 早晚各一杯 时间一久这个失眠就能够缓解 它有补肾固肾的作用 因此对于肾虚的人群 特别是男性有新功能障碍的 我们可以用核桃分心目来泡水喝 常常能起到一个提高新功能 补肾固肾的功效 而且在现在生活当中 常用于治疗和解决尿品尿多 腰吸酸软 肾虚无力等问题 分心目长期泡水喝 对缓解中老年人的腰吸腿疼 或者是腰酸背痛有一定的效果 长期的服用分心目 它能够顾本补气 提高身体的体质 增强民力来促进健康 我们把分心目清洗一下 将表面的一些灰尘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把桂圆 桂圆又叫龙眼 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 鲜鲜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食用 吃起来味美甘甜 非常的好吃 但是经过晾沙之后 就是这种龙眼干了 我们可以用来泡水 熬粥等 不仅营养非常丰富 吃法也非常的多 相信很多朋友 平时也喜欢用桂圆来泡水喝 但是很多朋友 在泡水的过程中 都没有去壳 直接用手在壳上掐一个缝隙 就放到水里面泡了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一般用桂圆来泡水喝 需要将它的壳去掉 不仅仅是因为壳泡出 爱的水带有苦涩味 而且桂圆壳上 灰尘也非常的多 桂圆完全去壳之后 将桂圆肉放入碗中 也用清水将桂圆肉冲洗一下 桂圆肉有多种营养物质 有补血阿神 健脑抑制 补养心皮的功效 清洗干净之后 先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准备10个黄芪 黄芪是一味具有补气 补虚作用的中药 黄芪中含有多糖成分 可增加领包系统 和骨髓中干细胞的数量 从而促进这些干细胞 转化为活性的免疫细胞 还可促进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 从而增强肌体免力 可用于抗肿瘤 抗病毒 抗菌 可用于对抗因胰岛素 升高所致的血糖升高 黄芪中含有多糖成分 其可抑制活性养自由基 从而可以保护胰岛细胞结构完整 直接改善血糖升高状况 黄芪中的多糖成分 能促进造血细胞因子的分泌 从而激发造血系统功能造血 我们加水将黄芪表面的灰尘清洗一下 洗好的黄芪控水饶出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10颗当归 当归是常用药材 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血癌 因此成为大家热捧的一种中药材 它具有很好的补血活血的功效 用当归泡水喝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防止癌症消炎保护心血管 当归还具有补血活血调筋止痛 润肠通便的作用 用于血须尾黄血阴心肌 月经不调筋痛必经 有的时候如果感觉痛筋的话 特别难受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当归 将当归也清洗干净 洗好控水饶出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红枣加入清水清洗干净 红枣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吃起来甜甜的也非常的好吃 枣能提高人体免疫力 并可抑制癌细胞 药理研究发现 红枣能促进白细胞的生成 降低血清党固醇 提高血清白蛋白保护肝脏 红枣中还汉有一只癌细胞 甚至可使癌细胞 像正常细胞转换的物质 红枣能够补血 氧气 红枣是补弃养血的一个家品 特别是对于女性约筋过多 或者是产后气血虚肉的人 常使用红枣能够提高身体的元气 红枣有养血安神的功效 如果是一些朋友 特别是女性朋友 有躁郁心神不宁 可以适当地吃一些红枣 红枣洗好以后放入盘中 把红枣减去早和 早和煮进汤里比较燥热 所以在用红枣煮汤时 最好把早和去掉 接着把所有的食材倒入锅里面 加入约500毫升的清水 盖上盖子 让所有的食材在锅里面浸泡15分钟 浸泡已会之后 所有食材的营养才容易被煮出来 浸泡的时间到了之后 开中大火将食材煮开 煮开后再继续煮20-15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 都是我浅见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之后 将煮好的水倒入到碗里 或者是杯子里面 就可以直接喝了 这道汤水味道非常的浓郁 做法非常的简单 只是喝起来味道确实不怎么样 如果您怕苦 或者是怕味道不合胃口 可以往里面浇入适量的食盐 或者是糖都可以 但是呢 最好是选择原味使用 什么都不佳 喝起来最好 口感就像我们喝浓茶一样的味道 只是里面带了一些当归 还有黄芡的味道 我们可以每天晚上喝上一杯 像这些食材 可以煮上一整天反复的来泡水喝 坚持一段时间后 半夜不再起夜了 一觉可以睡到天亮了 精神好 气色好 最后要注意的是 分心目不能和药性相同的中药材 或者是食物一起食用 否则很容易产生反胃的情况 不利于身体健康 肠胃并不是很健康的人 最好不要用分心目泡水喝 它能够很好地改善便秘的情况 如果在肠胃不是很舒服的时候服用 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收藏起来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